哈喽大家好 本期的特定分享 食物视频呢 又要拍摄的是镜头前的这一款 圣诞主题的立体绘本 那这一款绘本呢 它是一个精装的硬开本 然后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特色 就是它是正版面都有彩色硬刷的 当你把前面的这一半看完了之后呢 还能选转绘本到它的背面 去看它背后的一些插画故事 这款绘本的第一页展开之后呢 能看到的是我们圣诞老人的家 圣诞老人的家呢是在北极熊 它们的小冰屋的下方 然后在这个地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间二层的小屋 走上楼梯呢 就是圣诞老人的卧室 卧室的下方呢 就是它的一个浴室 浴室里边呢 它不但写着泡泡浴 还放着黄色的小鸭 那这边呢有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它们的小马桶呢 是可以把开盖子的 这一款绘本呢 在海外非常的瘦 欢迎就是每年一到冬季 11月12月开始呢 这一款绘本的所有评价掉落呢 都会逐渐被售轻 要等到来年的春季呢 就是圣诞节节日过了之后 才会慢慢的有一些评价的掉落出来 那和之前发布的那一款绘本相比呢 这一款呢 它的封面依旧是在书籍位置 有一处小小的修复痕迹 然后那页呢 缺失了一双小小的圣诞拖鞋 所以呢也是一个 特费的价格已经出售了 接着呢我们搬一下它的第二页 第二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圣诞老人的一个收信的小站台 在这个小站台里边呢 有着圣诞小精灵 是要为圣诞老人取信的 那这些信件呢 都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每年圣诞来临之际呢 都会给圣诞老人写这样的一封信 告诉圣诞老人 他们经营想要获得怎么样的圣诞礼物 那原来呢 在海外 那比如说在美国吧 信件呢 如果是寄到美国的站点的话呢 是通通会被列入到 USPS的一个指定的圣诞系统里边 然后这个系统里边呢 分两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呢 就是来自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圣诞诉求 他们想获得什么样的礼物 那第二个类别呢 就是公开给大众 大家呢 都可以成为一位小朋友 或者多位小朋友的圣诞老人 可以给这一些小朋友呢 完成他们的一个圣诞诉求 最终呢 这些小朋友呢 是会收到真正的圣诞礼物的 那或许真是因为 这些小朋友给圣诞老人寄的那些信呢 是真的能得到回复的 真的能收到圣诞礼物的 所以呢 这一个圣诞的习俗呢 每年在圣诞老人写信的习俗呢 一直延续至今 那现实中的小朋友呢 自然是不知道 他们的圣诞礼物呢 都是来源于生活中 真实存在着的那些小朋友 心目中的圣诞老人的礼物工厂呢 其实是长绘本中这个样子的 非常地可爱 里边呢 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圣诞小精灵 他们呢 分工合作 为世界各地的小朋友 为着那些精美的圣诞礼物 那圣诞礼物多的时候呢 就需要这样的圣诞吊车 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礼物呢 全都打包装起来 接下来这个页面呢 也非常具有冬日气氛哦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木屋 坦跳了出来 小木屋的旁边呢 还有一幢 他们家小宠物的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的盖子呢 我往期视频中呢 就是已经忽略掉了 其实盖子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 小狗的屋子非常的可爱 他们的墙呢 是被刷上了 小球和骨头的一个图案 那再然后呢 这个屋顶上的小天窗 可以透过天窗往里边看 小屋子的内部结构 非常的温馨 那这边的圣诞老人呢 是一个隐藏状态 可以上下拉洞 拉开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烟囱中的 圣诞老人了 在这里呢 有一张立体的小床 非常的好看 它是一个彩色的小床单 小床单撩开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 拿着圣诞老人的绘本 搁手电筒 在窝里偷偷地看 圣诞老人的绘本 在后面呢 是街道的一些景象 那在后面呢 是街道的一些景象 这里呢 是一个小池塘 有一个圣诞精灵呢 在池塘上面溜冰 那绘本的最后一页呢 像感见的是 圣诞老人派送来 那一些礼物之后呢 回到了她的家中 和圣诞小青年 还有她的小驴鹿呢 一起关度圣诞时光 享用着圣诞大餐 好啦 那本期的一个 特定分享食物视频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这种东西来说的 我们下期待给大家看 任何东西 今天的词题 我们下期待 第一个词 是 我们下期待